药店里不起眼的金贵胜气丸 不仅可以温补肾羊 还可以调这几种问题 说起补肾呢 很多人想到都是六味地狂丸 贵妇地狂之类的补肾药 但是你知道吗 药店里不起眼的金贵胜气丸 也是一种补肾药 它不仅可以补肾气补肾羊 还能调理这几种问题 首先就是可以调理 料品药剂 这类人每天上厕所特别的频繁 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好不容易睡着了 尿意就来了 一晚上起好几次夜 第二天上班都没有精神 并且这类人平时还很怕冷 手脚总是冰凉 这种情况多见就是 肾羊虚所导致的 中医讲肾有气化盘框水液的能力 肾羊不足 肾气就会气化无力 无法吸收利用水液 直接流住盘框 就会出现尿贫尿急的症状 第二可以改善耳聋耳鸣 有的人到了四五十岁的年纪 这个耳朵就开始不太好死 每天耳朵还有嗡嗡的响声 并且这类人平时还伴有四肢不温 舌头蛋白的现象 中医上讲肾开翘鱼耳 耳朵出现问题 通常就是由于肾中精气不足 无法乳养耳翘所致 第三可以改善腰膝酸软的现象 这类人平时总是腰酸腿疼 一天什么众婆没干就感觉自己很累 腰酸的直不起来 中医讲腰为肾之腑 这种情况多见就是肾羊不足 无法温逊腰膝所致 第四可以改善下肢水肿的问题 这类人的双脚总是感觉很沉重 并且看起来很肿胀 尤其是小腿已按一个坑 并且下肢还很冰凉 双脚也是淤肿的 这种情况多使肾羊不足 无法增腾和气垮水液导致的下肢水肿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大家都明白了吗 在肿胀上下肿的 我还以为是有比较多的 然后再次发现